社會焦點來看到館長陳之翰 在八月二十八號被槍擊 現在案情有了重大進展 警方經過了進一步的調查 發現槍手在犯案之前 密切的聯繫了竹聯邦寶和會的要角 而且這個幫派曾經涉及了多起重大刑案 在昨天晚上是繽紛十八路 一舉逮捕了該幫派的會長 副會長還有九名關係人 放途擊酒店 壓制竹聯邦寶和會重要要角 施俊吉 八月二十八號凌晨 館長陳之翰被槍手劉承昊近距離開槍 警方發現槍手劉承昊和施俊吉 不但有密切聯繫 施俊吉也在館長被開槍 當天曾到健身房門口 勘察地形 警方確定涉案 警方在七號晚間繽紛十八路 大規模掃蕩 從幫派旗下的酒店 還查到上百項夾酒 警方一舉逮捕 幫會會長 副會長等九名關西人 他們還涉及多起 擄人勒訴 槍擊案等重大刑案 不過初步詢問 九名關西人都否認跟館長開槍案有關 警方將進一步追查 華日新聞 木下穗林志成 新北報導